大年初五 许多民众都纷纷回到了工作岗位 摩特尔公司也不例外 凯沃今年选在初五开工团拜 100位旗下名模齐聚一堂 秋华老师龙年好运空白 往年开工绝不缺席的凯沃三姐 林志玲 隋唐 白新慧 今年则是有人度假 有人辛苦工作都没有出现 林志玲大年初五就在国外赶拍电影 而隋唐白白则是得到老板洪伟明的赐价 各自带家人放大假旅游去了 因人而异啊 对不对 大家弄工作那么辛苦就是应该的了 谢谢王老师 不客气 辛苦了 好贵哦 天使 你是天使 好贵 哪有 你看你的翅膀都长出来了呢 不过我觉得 也谢谢 给这次一年 谢谢你们的这些帮工 这样子的做事 做这么辛苦 我也谢谢大家 农年新的愿望 也一个 每年都一样的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也希望大家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原本开工团拜要由 阮经天阵员畅领军 结果小天忙开工 访问时就只留下女友徐伟宁和小钟 撑场 小天二月即将入伍 外界相当关心 小天的入伍日期 当媒体转问其女友徐伟宁时 伟宁低调不想多谈 小钟于是赶忙在一旁充当护花使者 她的日期其实我不太清楚 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 说不太清楚是骗人的啊 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 对啊 对 但是就是还是会找一些 有一定的啦 就是会帮她就是吃顿饭这样子 请她吃顿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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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